- 林真祥助理研究員 - 林真祥助理研究員 - 各位農友仙境大家好 - 我是桃園區農業改良廠 林真祥助理研究員 - 那今天很榮幸跟各位介紹 - 我們今年第一次在 - 北區桃園的新戶區史雷里這邊 - 我們視眾村座大豆的狀況 - 那我們知道大概從去年年底開始 - 因為水情的關係 - 灌溉用水的供給一直很吃緊 - 那在今年村座 - 因為真的水情不是很理想 - 所以有停灌的情況 - 那我們改良廠就是思考就是說 - 其實停灌的話 - 除了讓農田休耕以外 - 應該有其他的選擇 - 可以對農民的收益有幫助 - 所以我們今年 - 就特地進行這一個 - 比較耐旱的大豆的栽培 - 那在我們這個地區 - 今年的村座大豆大概有50公頃左右 - 那主要栽培的品種 - 是以黃豆的高雄犬10號為主 - 那高雄犬10號它有一個特性 - 就是它很耐旱 - 但相對來講它不耐溼 - 所以以往在村座栽培的時候 - 大豆的一個生育狀況都不是很好 - 那今年呢 因為氣候的關係 - 我們從氣象資料可以知道 - 我們從2月開始到7月中旬左右 - 整個降雨量大概只有往年的3分之2左右而已 - 去年來講的話大概有780毫米北基的雨量 - 但今年大概只有550左右而已 - 而且集中在3月4月5月 - 那之後就減少了 - 再加上因為停灌喔 - 我們的灌溉溝渠是完全沒有供水的 - 所以我們今年的村座大豆 - 從種植到最後的今天的採收 - 在這個栽培過程裡面完全是沒有給它灌溉 - 所以都是靠老天爺給水讓它生長 - 那我們從今天的這個田區的狀況來看喔 - 其實以這個黃豆高中卷10號它的弱葉性來講 - 算是蠻理想的 - 看得出來都是乾乾的一個情況 - 那這樣子的一個環境是很適合它機械收穫 - 因為完全沒有灌溉水的供給喔 - 所以在我們整個栽培上的設計 - 大概就是以寬溪栽培為主 - 田間的部分以往我們是以窄溪栽培為主 - 主要因為我們北部雨水比較多 - 那載溪的話它的溪面寬大概只有50公分 - 灌水跟排水都是比較理想 - 特別是田間有積水的話它的水可以快速的宣洩掉 - 相對來說以載溪栽培它的保水性就會比較差 - 那我們這個田區就是設計以寬溪栽培為主 - 那溪面寬大概是150公分 - 航距大概是30公分 - 所以比較寬的一個溪面它的保水性相對來講就比較好 - 那我們這個次的大豆大概播種的時間是在2月25號開始 - 那到今天收穫 - 那這整個栽培期裡面 - 我們去調它的產量喔 - 可以發現就是說 - 確實在比較乾旱的環境之下 - 寬溪栽培它的產量相較於窄溪喔 - 有比較高的趨勢 - 窄溪栽培的話 - 每公頃平均展量大概是830公斤左右 - 那寬溪大概是1100公斤左右 - 因為沒有灌溉水的供給 - 所以它的死頰的高度會比較矮一點喔 - 大概只有7到8公分而已 - 那相較於機器收穫來講的話 - 它所需要的大概10公分以上的這個標準 - 大概會稍微矮一點 - 但是以整個收穫上來講 - 還是可以去做收穫的 - 因為它的植株高度大概有將近40公分 - 所以整體而言 - 我們今年村座的一個大豆 - 在這個大環境之下 - 算是有一個比較好的開始啦 - 因為我們不太希望就是說 - 因為環境的關係而造成農地的休耕 - 那這樣對農民的收益也不是很好 - 所以希望有一個比較耐旱 - 然後可以適應這樣乾旱環境的作物 - 可以讓農民去做選擇 - 那以大豆來講的話 - 村座算是第一次大面積的失重 - 主要的栽培期還是以秋座27座為主 - 所以希望農民以後在栽培的時候 - 如果有村座大豆的需求的時候 - 可能要思考一下當年度的環境狀況 - 如果真的很乾旱就可以用比較寬細的方式去走 - 那如果說是雨水比較正常的環境的話 - 可能在田間溪面的設計上 - 就是要以載稀的為主 - 總結來說 - 還是以環境的條件來去設計你的耕作模式 - 乾旱的模式就是以寬細的方式去走 - 然後可以有比較好的產量表現 - 那如果是比較雨水多的環境的話 - 就是以載稀的方式去走 - 那你的田間比較不會有積水的情況 - 那各位農友 - 我大概跟說明一下我們整個大豆的一個生育狀況 - 跟機械採收之間的關聯性 - 那這個是我們大豆在自然乾燥成熟的一個植株樣碳 - 它就是全株乾枯落葉的情況 - 我們這個完全就是沒有噴落葉劑的 - 因為可以從田間的雜草看得出來 - 如果有噴落葉劑的話 - 雜草是乾枯而且被清得很乾淨的 - 那既然雜草存在就代表說 - 沒有添加這些額外的一些化學的藥劑 - 就是它自然的乾枯落葉 - 那高雄選10號它的落葉性不錯 - 那它有一個特性就是屬於比較主金型的 - 那我們在機械收貨的時候 - 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特性就是 - 它第一個結甲的高度 - 是希望在10公分以上 - 因為機器在收的時候 - 它不可能會離地面很近 - 因為它一定要有一個空間 - 要不然它會把這些田間的土塊 - 雜質通通收進去 - 那我們豆子收起來的品質就不好 - 所以如果低於10公分以下的結甲高度的話 - 它田間的落葉劑會比較多 - 那今年因為完全就是沒有灌溉的情況 - 那比較乾旱 - 所以這高度大概比較矮一點 - 大概7到8公分左右而已 - 那另外一個特性就是 - 當然它珠糕會影響到它的產量 - 因為它結甲的關係 - 珠糕越高 - 當然它的結甲的空間就越多 - 結甲素就越多 - 那另外一個就是分枝數 - 那我們從這個植株的樣台來看就是說 - 它主金是30到40公分左右 - 分枝數大概2到3隻 - 所以這樣子的話 - 它整體產量應該是還不錯啦 - 但是因為剛剛有提到 - 它的指甲的高度 - 第一個結甲的高度比較矮一點 - 所以我們考量到它落葉的這個因素 - 所以它產量大概會有受到一點的影響 - 我們在收穫的時候 - 就是一定要植株乾燥 - 你收穫得起來的品質才會好 - 如果它的水分含量太高的時候 - 它的綠色的枝衣會去污染到我們豆粒 - 特別是我們種的品種就是屬於黃豆的時候 - 既然是黃豆就代表它的豆頰是黃色 - 所以它如果有雜質連接在裡面的時候 - 特別是汁液啊這些東西很難去除 - 那另外一個就是它會氧化 - 氧化變褐色 - 所以你的豆粒就不漂亮 - 那這樣會影響到廠商收購的意願 - 所以先決條件當然就是對著時間點種 - 那另外你的田間管理要到位 - 雜草如果太多就會影響到你的品質 - 農民在種的時候 - 你在觀察你田間大豆植株的生育的時候 - 大概有這些標準你可以去評估說 - 你這個田區它最後收起來產量好或不好 - 那機器收起來的品質好或不好等等的一個依據 - 各位大家好 - 我是新烏米稻米產銷班第八班的班員 - 我叫黃士成 - 這一次因為因應這次的水情嘛 - 所以在110年的第一期做去做了黃豆 - 那因為這也算是新的一個試驗啦 - 那我們也沒有在第一期弄過這些黃豆跟黑豆 - 是以黃豆為主啦 - 其實剛開始種的時候 - 變成是說要好好預防那個白粉病啦 - 白粉病其實是對於高雲犬10號來講是危害比較嚴重啦 - 你等一下可以看到的話這些植株都比較短 - 那變成是說還是要預防 - 那在栽培管理上面 - 肥料其實可能之後再追肥啦 - 這一次我們為什麼想說不先用肥料 - 因為氣候的因素 - 所以先看它生長的情況怎樣 - 再適時的追肥 - 肥料差不多用一包左右 - 那在必從愛上面防治的話 - 重點還是雜草 - 雜草管理其實是蠻重要的 - 如果你前面的時期 - 它長得不是很漂亮的話 - 它可能雜草比較不好管理啦 - 那可能是說要請工人除草會比較方便 - 必從愛防治方面的話 - 我們還是有推薦用藥 - 這一期做差不多用了兩次 - 防治差不多兩次啦 - 在水的管理方面 - 因為這一期都沒有水 - 所以就都沒有淹水 - 那就是靠老天爺天降肝靈 - 才有這個時候的成果 - 那我們本身有自己設一個加工廠 - 在桃園清華村那邊 - 它那邊有烘乾、選別、冰箱都有 - 這些豆子收起來的話 - 就是稍微先乾燥 - 乾燥水分至超過13-14度 - 然後之後再把它先放到冰箱裡面 - 等到有時間的話 - 再拿出來一起選別 - 那未來的通路的話 - 我覺得我們還是以國產的為主 - 進口跟國產差別那邊 - 重點還是新鮮度啦 - 我們還是要建立自己的消費權 - 那要如何建立的話 - 不管哪邊有賣場或是有市場 - 我們就是要努力的去投貿我們的東西啦 - 如果我們有做豆漿 - 我們把這個豆漿拿去給人家試喝 - 人家覺得你的產品不錯 - 那它就會有一個回購率 - 最近有些做豆腐來找我說 - 你的豆子還OK還不錯 - 那它有自己的一個基本的科學 - 這個東西算是說給人家吃到了 - 他們覺得OK好吃的話 - 他們才會再回來再選購這樣 - 那未來方面我們覺得還是會持續的契作這個大豆或是黑豆 - 還是希望消費者一起支持 - 把這個國產的東西帶出去 - 謝謝 - 各位農友好喔 - 那剛剛我們黃世成黃先生 - 大概已經跟各位說明了 - 他在整個栽培的過程裡面他的心得 - 那黃先生他除了本身是水稻班的班員之外 - 他另外一個身份呢 - 他就是北區雜糧以及處理中心的一個調製廠的廠長 - 所以他從106年開始到現在 - 他有呈長一段時間的大豆種植跟後端調製的一個經驗 - 所以他經驗蠻豐富的 - 剛剛他有提到就是說在整個栽培上一些病從外管理啊 - 肥料適用的一些心得 - 那我們村做大豆在栽培的時候 - 跟二期做的大豆栽培的最大的不同點 - 當然就是環境 - 大豆是屬於短日的作物 - 所以當你日常太長的時候 - 它豆子一般來講是不太會結栽開花的 - 所以如果你在村做種大豆的時候 - 給的肥料太多 - 它後期不太容易乾燥也不太容易成熟 - 甚至會造成田區沒有收量 - 所以在肥料的供給上千萬不要給太多 - 那以食物上來講的話 - 大概每分地在積肥的時候 - 就使用一包39號就可以了 - 後續的話是田區特況在斟酌給一些追肥 - 那我們這一個田區 - 它考量到後續收穫的一個方便性 - 跟是不是能夠順利收穫的這些因素 - 所以它後續比較沒有在做追肥的動作 - 所以這個部分在肥料 - 村座跟囚座最大的差異是在這裡 - 那另外就是說 - 在整個病從外管理上 - 目前我們的大豆的品種 - 比較沒有抗白粉病這樣的特性 - 那所以這樣子的話 - 在栽培上白粉病是一個 - 很需要注意的一個病患 - 所以在栽培上 - 可能各位農民要注意這些問題 - 謝謝各位 - 下次見到大家 - 阿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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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